相信大部分球迷都听说过 韦德的大儿子扎伊尔韦德 即将高三的他主打后卫 作为出了名的新二代扎伊尔 打得非常不错 初中刚毕业时排名排名 一度排到过全美同级的第四位 不过上了高中之后 扎伊尔的排名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继续提升 反而一直停滞不前 在目前的2020阶高中升榜单中 我们甚至都已经看不到他的排名 暂时也没有大学向他发出邀请 可父亲年轻时飞天顿的打法不同 虽然他的身体素质不错 但扎伊尔的打法目前更偏向于地板流的外线球员 他擅长头三分 后撤步更是他的常规武器 他也很擅长创造投篮空间 同时具备很好的球场视野 总是可以及时发现位于空位的队友 并送出完美的助攻 目前扎伊尔还要继续提高自己的突破能力 而且他的防守也可以变得更好 扎伊尔还有足够的时间去打磨自己的技术 期待再不久的将来 我们能在NBA的舞台能够看到他的表演 他就会出帮助攻击